喂 喂 搞什麼呀 這次就是第一次拍鬼片 其實我本身是很害怕鬼的 小時候已經很喜歡疑神疑鬼 以及不能看鬼片 因為我是一個聯想力很豐富的人 例如我小時候住酒店的時候 是那些陽光與海灘的酒店 是用木上面的風扇 我經常都會覺得我一睜大眼 就會看到風扇上有一個人頭 真的有人 我本身是很喜歡幻想這些恐怖的事情 對於這次拍鬼片 我都心裡有幻想過很多不同的可能性 例如 究竟我這次會不會撞鬼 會不會去廁所的時候有人敲門 什麼事 玩什麼 我玩夠了